Hello,大家好。上一次练习结束之后呢,我们之前讲了artboard画板的使用,然后今天我们接着讲page。page就是页面的使用。 好了,那我们就先打开sketch看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个画板已经导入了,然后基本上这是一个iOS的pattern,大家可以放大看一下。 这个网上都有,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问我,我可以给大家。 然后这都是1比1的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键盘是375,所以就像我之前说的,这个是1X一对一的比例,也就是适用于4的手机,iPhone 4,iPhone 4S,5以上的都是2X。 这个就反复跟大家重复,给大家洗脑了。 然后这个当然这些网上都有啊,这些资源都有,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页面的左上角有个page1,这里有一个下拉菜单。 点一下,这是一个dropdown的menu,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只有page1,只有页面1。 那什么叫页面呢? 也就是说这整个canvas,如果我做了很多很多artboard的话,那artboard是第一层, 如果你在top level的话,可以做page1,page2,page3。 简单来说,比如说当我做一个页面是home页面的话,我可以做page1是这个页面,page2它就到另外一个页面,这个页面是全新的。 大家可以点击这一个有个show page list,展开页面单。 打开之后这边有个add page,就是有一个加页面。 那我们先点击一下,可以看到它自动默认到page2。 那page2的话,现在就是空白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跟你打开一个新的页面,没有差别。 那我们举个例子,刚刚是iOS那个pattern嘛,那我们这个page2,我们就打android。 那这个页面就是android,点击page1,大家把它改成iOS。 iOS的标准写法是i是小写,OS是大写。 这个可能我有一点,这个叫什么OCD,就跟大家说一下。 很多人写的是大写的iOS,或者是怎样的,其实它是小写的i,加大写的iOS。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page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我是iOS一个page,android一个page。 然后你在android里面呢,还可以自己再用artboard,然后自己再画你需要的图形啊什么的。 按钮啊之类的,举个例子。 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啊,非常好的organize,整理你的页面,以及你的artboard。 也就是说,当我这个artboard所有东西都是android上刚的话,我就放在这个页面。 然后我跳到iOS页面的时候呢,全部都是iOS的内容。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这个是方便organize,然后你可以加很多,你还可以加一个web。 然后这个是我在做网页的时候做的。 然后你这些元素都是可以借来借去的,比如说我在iOS里面,我这个recording bar,我到android。 复制粘贴我也可以用。 就是我可以重复的利用元素,特别是当你设计同样一个软件的时候,你可以重复的利用这些元素。 举个例子。 你这些都可以重复的利用,然后只是改尺寸而已。 然后你到啊,你到那个网页的时候,还可以再到网站的网页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来个artboard看一下。 还是依然可以利用这些元素,然后继续你的设计。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方便organize。 当然这样也会让你的文件变得非常大。 也不能说非常大,只是肯定会增加一些吧。 因为之前如果你只有一个page的话,它的sketch的它的weight是很小的,跟illustrator相比之类是很小的。 这样子的话比较好的系统更新,然后你只有一个sketch file, 然后包括了各种platform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吧。 就是这样。 然后当你导出的时候,在这里点击export。 你点击哪一个page,你就是点击导出哪一个artboard。 所以这个就是跟之前的导出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今天的page讲到这里为止。 很简单,但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就这样,拜拜。 拜拜。 Independent